診所要應徵鑰師給6萬月薪 結果對方卻開口要10萬嗎 這真的讓大家嚇一跳了 也想問問現在鑰師待遇行情有這麼好嗎 不過鑰師公會就認為了 這應該是人力短缺 診所有急迫需求 才會答應給鑰師10萬月薪 不然一般來說 應該七八萬就已經很高了 但如果跟鑰師相比 長照機構當中的物理治療師 真的是前少事又多 月薪大概是三萬五千塊錢起跳 亮亮晶 民眾拿著廚房間到藥局領藥 一定要三讀五對 再到藥櫃拿藥 交到民眾手上的藥 也務必提醒再提醒 現在給你對一下藥 立壓 吃半顆就好了 十毫克 一片十四顆 二十六色的陳昆辰 現在是社區藥局的藥師 畢業後他先到繫紙國泰院 任職一年四個月 不同經驗對他來說都是學習 藥師他要做調劑複合發藥這些動作 那他們都不能做 做錯 所以可能壓力會非常的大 那社區藥局也蠻多都有跟民眾互動的部分 藥師現在非常搶手 有網友在社群PO文說 媽媽認知的診所要找藥技師 老闆開一個月六萬薪水 對方卻說要十萬 老闆只能妥協 藥師月薪喊到十萬比醫師還高 成了台灣另一個奇特現象 可能跟雇主本身的一個急迫性需求 還有一個供應端的一個缺乏 我覺得是一個這時候的現象 那但是以十萬的月薪來講 可能還是偏向少數的一個極端值 所以很多財團想要做 練做藥局 那相對的這個藥師 就會相對的更加強壽 醫學中心他開除百萬 徵求這種完全沒有經驗的準藥師 藥師炙手可熱 想領高薪經驗 時間 責任都要相對付出 但其他醫師人員的待遇 似乎比不上藥師 藥師大約可以領八萬到十萬 診所獲禮師也有五萬元 但長照機構的物理治療師 工作負荷量大 前少事多 大約只領三萬五 跟診所醫院的物理治療師 相比待遇偏低 牙科助理只有三萬二起跳 同樣各有專業薪資 待遇卻是兩樣勤 記者盧俊明 黃淑芬 特別報導 記者盧俊明 黃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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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47 紫馬淑芬 黃淑芬 黃淑芬oren 黃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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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芬他們拍攝 威的 musun 那樣再是真正引見 彼音相比了 Буд flashes ribbon 有 ine秘者 黃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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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芬裡